好 台联提出ECFA公投案 但是接连遭到公审会驳回 因此使得台联怒告公审会 藐视法院 竟然党主席黄坤辉还亲自出庭辩论 公审会强暴民力 政治霸凌司法 不满ECFA公投案遭公审会驳回 台联党主席黄坤辉亲自带队 到最高行政法院出庭 控诉公审会 依次驳回还不够 还在最高行政法院判决公审会违法后 仍继续用同样理由驳回公投诉讼 根本就是藐视法庭 黄坤辉指出ECFA公投案连署 背后可是有十万九千位民意做后盾 公审会都视为无误 绝对和他在法庭上辩论抗争到底 ECFA是一个架构 再过来是服务贸易协议 扩平贸易协议 都跟这个ECFA这个架构协议 连在框在一起的公投通过 不要阻挡我们 对抗公审会 台联不止诉诸法律 未来还要发动人民公审公审会 避免成为马总统个人的政治工具 三连新闻张正昌台北采访报道